各位抗官老爷好 欢迎回来 阿甘在此等候多时了 李渊的去世 也代表着武德一代臣子 从大唐政治上的彻底退出 只是臣子尚有 自有流连闹事之中 而那些身居内围的后宫女子 尤其是未有所处 无所依靠之人 其处境可想而至 往日张建瑜宠关后宫 如今却害己久之不欲 缠绵病塌 更是心如死灰 而随时的工人也大多势力 看着张建瑜如今处境卑微 对传唤也爱搭不理 视若不见 试图自杀 却被路过的杨贵妃 阻拦下来的张建瑜 更是感慨命运不公 如果当日 选我们之事 没有眼前的杨贵妃 也就是曾经的 齐王妃的告密 那么或许赢的 就是前太子李建成 无论最后齐王和太子 谁等地位 自己的结果 绝对好过现在的千万倍 可是偏偏就是他曾 一直反对的秦王胜了 而本来应该和齐王 一同被杀的齐王妃 如今竟然成了 秦王高高赛上的贵妃 自己辛苦经营半生 终究到死 还是一个小小的结余 什么荣辱 都不如时机的地位和子嗣 哪怕做个不忠用 亲王的母亲 最起码还可以离开这皇宫 在儿子的封地上 享受最后的自由 总好过幽禁在这身宫 生不如死 张建瑜的处境 是李氏报复 往日张建瑜的作对也好 还是无暇顾及 无意也罢 对于李世民而言 最重要的还是莫过于 这天下的万千子民 只是如今 梁州又是受灾严重 作为重要的边境县 一旦出现动乱 到时又会一场大麻烦 然而梁州距离长安太远 月梁也不是一个可行之字 决意之际 也只能放任百姓外出 自行保命 可是旱灾每年都有 总不能发生一次 就让百姓背井离乡 况且这样也不利于人口的管理 商讨之下 李世民决定效仿前朝 实行易仓 虽然这样肯定会伤害一些大户的利益 但是建立着易仓的出发点 是为了救济那些贫民 所以一得一失 在所难免 治理天下 想要顾及所有是不可能的 不同的阶级 有不同的利益 维护一部分 势必会损害一部分 如果顾虑太多 那么势必止步不前 虽然以前 为了维护朝廷的稳定 总是要和那些富商贵胄搞好关系 可是不破不利 如果一直这样 那么大唐的国力恢复 就没有时日可待 除此之外 李世民也逐渐看到大家 族制下的一些弊端 那就是像马州这样的 寒门出身 无论才学高低 一律没有出路可言 如今只能是将看到的人才 显收为己用 只恐怕那些没有被发现 也只能明珠蒙尘了 看来这种大家族制 也到了应该改一改的时候了 对于李世民来说 朝臣的管理重要 但是对太子的教育 也同样重要 毕竟 这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 往后都要交到太子的手中 所以有时候 可能不自觉的 也会对太子更为严厉一些 只是物极必反 面对父亲和老师的严加管教 李承前也逐渐产生了逆反心理 只是碍于李世民的威严 一直隐忍不发而已 只是老师终究指示老师 李承前知道老师 在李世民面前说他坏话后 自然十分不乐意 可是又怕被告状 于是当着老师张学素的面 大力击鼓后 又以认错的名义回鼓 这样一来 张学素也无话可说 着实切得个构想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李承前的心理逐渐黑暗扭曲 这和他自幼 被立为太子养尊处优 离物还关系 当然张学素等人 无时不见的教育方式 也是必反李承前的一个重要因素 太子得皇帝看重 其他的皇子自然也不甘落后 魏王李太自小就才华横溢 公于书画 自然很不服气 因为长子就被立为太子的大哥 尤其是在身边幕僚的股东之下 更是有必要与太子一争高下 只是想要当太子不仅要有才华 还要得到皇帝的欢心才行 于是李太想到父亲重视人才 也于效仿为之建立文学馆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完成自己的心愿 获得父亲的亲眼 还可以名正言顺的 为自己笼络一批人才 一举三得 可谓是良策 李静凯勋而归 却被人诬告谋反 这样连续两次的诬告 也让李世民百思不得其解 一旦追问下才明白 是自己曾经的亲信 高赠生不满李静 因为延误军机处罚于他 才反咬一口 虽然明知是高赠生的过错 可是李世民却依旧不忍 暗虑处死他 李静经历两次生死攸关的诬告之后 也开始无心与朝政谋事 只要牵涉其中 难免一日会受到君王猜忌 倒不如提前回家以求善终 况且自己也不再是 适合金戈铁马的荣履生活 与其待在朝廷等人四级陷害 倒不如主动归隐家园 面对李静的请辞 李世民也没有多加阻拦 只是或多或少 心里有些许遗憾和差异 正当李世民对于高赠生的事耿耿于怀时 欲持静德 竟然罔顾刚记当朝殴打官员 这一件事才算是让李世民彻底明白 是时候小城大界 竟是这些鞠躬自傲的功臣了 哪怕是自己当作手足兄弟的 御持静德等人 也必须要以大唐律法为先 不然倒是人人犯法 一个朝廷该如何管理 只是如果严格处理这件事 也难免会伤及这些有功之人的忠心 所以小置一礼 动之一情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相信以前同生共死的岁月 李世民也不由得生来俱下 一旁知罪的御持静德 也后悔万分 虽然他只是一介粗人 但是他重情重义 李世民对他有知欲之恩 自己也不愿意像现在这样 让李世民为难 最终李世民黯然离去 引得一众臣子 为感慨君臣平分 唏嘘不已 为了留高增生一条性命 李世民决定到南郊 向天请罪 饶恕高增生 高增生是否可以苟且偷生 而欲持静德 李世民又会如何处置呢 今天的讲解到此为止 关注阿甘 我们明天再见